最近天氣又逐漸要變天 那麼您家裡面的除濕機使用安全嗎 提醒您標準演員局在今天早上 緊急召回了全台11萬台的除濕機 是包括了大同三陽等9家知名的廠商 總共有27款的特定機型 因為裡面的計電器或者是電容器有瑕疵 所以很怕使用到一半的時候 會自己燒起來 桌上擺放的除濕機 一台台都已經燒焦 外殼變形扭曲實在很恐怖 這是民國92年到95年生產的除濕機 有兩家公司代為製造 分別是電容器和計電器有問題 可能會因為無法阻斷電源 造成自然的恐怖現象 這個除濕機 因為它這個電容器 以及它的計電器 本身它的那個功能處状況 所以它在這個預熱的時候 使用時速達到一定的時速之後 它不會自己切斷 它會繼續燃燒 所以就會變成自燒 自揉 自燃 有問題的除濕機品牌 包括大同 三陽 東元 申寶 西五等九大廠牌 總共二十七種機型 瑕疵的除濕機大約有二十一萬台 目前回收了十萬台 還有十一萬台尚未召回檢修 消費者可以上標準檢驗局網站 查詢自家的除濕機是否有問題 或直接要求廠商道府檢修 只要花半個小時就可以完成零件更換 消費者也提醒民眾 除濕機使用時要和牆壁加具電器保持距離 避免通風不良造成自然的情況 你是否來國賓桃園採訪不到 就像是否有任務於回駕桃園採訪不到